今生有愛 想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夢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聽到今天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 張曉博 好在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今天有一段交通相關的宣傳 在我們節目時間要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分享 各位聽眾朋友 行人過馬路請依照耗製的指示 走人行穿越道 或者人行天橋或地下道 那如果沒有耗製的路口則需靠邊行走 確定左右沒有來車再迅速通過路口 為了自身安全 請勿任意穿越馬路 另外如果行人在等紅燈的時候 請站在人行道上 並且離路口 至少距離三大部的位置等紅燈會比較安全 如果行人耗製秒數不夠時 請等待下一次的綠燈再通過也比較安全 以上資訊由交通部大會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好 今天節目準備開始 沒有 不是準備開始 現在就要開始 今天是一個蠻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我們 應該算這兩天 因為我們在去年 去年就職之後 到現在大概是五個月 我們終於質詢到陳其邁市長了 那可能一些民眾可能會 大家可能會想說 都當議員當了五個月才執行 會不會太久 但其實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根據法規 高雄市議會一年要開兩次的定期會 那我們等一下會解釋什麼叫定期會 什麼是臨時會 兩次的定期會一年開兩次 那每一次大概是70天 所以通常都會開在這個年初 跟這個年大概八九月那個時候 會再開一次 那一次就是連續開70天 就是差不多兩個半月 那如果這個定期會的期間 基本上就是每天議員都要進到議會裡面 去進行這個議事的審查 都要簽到 那如果說這個有些法案有些議案 那在定期會期間 沒辦法好好把他審查 就是時間可能不夠 或等等一些很多的原因 那這個時候就會加開所謂的臨時會 那這個臨時會一次就是10天 就是說你在這個70天裡面 這個70天不包含放假 6日還是會正常放假 議員還是有週休二日 那只不過我們通常週休二日都拿來跑通 所以就等於沒有假日 那就是說你這個70天 如果沒辦法把事情審查好 這樣他就會再開10天的臨時會 這就是第一次臨時會 那如果說第一次臨時會這10天 還是沒有辦法把議程審完 就會再開第二次臨時會 那根據法規呢 只能開到第二次 就不能再開了 因為這個他也要 他可能也要怕說 你是不是故意審查不完 一直開臨時會 然後一直領加班費 這個臨時會是有加班費的 那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的整個議事的規定 那今年我們的高雄市 高雄市議會 這一次的定期會 就是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召開 那所以呢 昨天早上就是有這個進行黨團 東團的這順 東團就是說 我們高雄市議會 現在就有三個東團 這個是民進黨的東團 這個是國民黨的東團 這個是這個五黨聯盟 有三個這個東團來做這順 那我的黨籍 雖然是這個台灣基進黨 但是呢我們在高雄市議會 我是來加入這個民進黨的黨團運作 那這個部分要跟大家說清楚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選上之後 就跑去加入民進黨 不是這個意思 是黨團運作 這就是說 在這個議會裡面 大家是互相合作 那當然在這個黨團裡面 其實就 我覺得蠻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不懂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新科議員 進到議會去 一定會有很多事情不了解 我們不是天生就會當議員 我們也不是什麼 當過助理 或者家裡有人在當明代 所以都沒有 那我們就缺乏經驗 那在黨團裡面 其實這個很多的議員 學長姐 尤其是我們黨團裡面 還有很多這個工作人員 這些前輩們 其實都蠻願意照顧我們 這個照顧不是說 給你什麼競選經費 是說你有什麼不懂的 或者你有想想了解的 他們都會很願意提供協助 那當然最感謝的就是 我們一個新人 昨天在黨團質詢 黨團質詢 一個黨團可以問市長 這個市政質詢 20分鐘 20分鐘 那這個 畢人小弟 我也很榮幸 這個 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黨團質詢當中 我也 得到了大概 3到5分鐘的這個質詢時間 讓我有機會 來這個利用黨團時間 來做質詢 那所以 昨天 因為這個3到5分鐘 非常寶貴 因為黨團 30 30幾個 30幾個議員 能夠在這個當中獲得這個質詢機會 這個是我非常感恩的 那 我昨天就在質詢的 這個裡面 我就去 質詢市長 在針對台積電 然後 因為他要來高雄 那台積電 其實最近其實真的是高雄 不管是民意代表 還是網路上大家討論 其實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 那當然台積電來或不來 這件事情已經討厭到爛掉了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 就是未來整個北高雄的產業 他們大量人口進駐之後 這裡的交通規劃 所以我昨天的重點 其實沒有放在什麼台積電 要來不來 對我來說 簽約都簽了 廠區也在動工了 要不要來根本不是重點 因為他真的就會來 那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如果未來 北高雄發展起來的話 我們在北高雄這邊 我們整個交通的整個 要怎麼處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未來北高雄 獨料說有這個產業園區幾多 好幾個 這個人物產業園區 然後北高雄產業園區 南資產業園區 隔壁有一個循環材料研究專區 然後還有一個橋頭科學園區 整個北高雄 他的既舊既舊會超過三萬名 以上的這個工作機會 會到北高雄 你不可能願望所有的人 都是從台南來 或是從三民區 從高雄市區過 所以會有很多的通勤人口 跟在當地買房租房的人 會進到這個地方 那還有什麼 未來 國道7號 這個高屏2塊 然後這個新台17 等等的這個開闢 其實會有很多的車流 包含說貨運等等 都會進到這個地方 那 如果我們現在就預計 這個地方 是未來的發展重點的話 那它的交通配套 就必須要做好 因為我們台灣 其實有很多 這種發展成熟的科學園區 不管你說這個內湖 到這個新竹等等 其實他們都面臨到 尖峰時間的塞車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高雄 當然得天獨厚 是我們的土地相對比較寬 你說台北跟新竹那種比較塞 那個可能有時候啦 有時候當然你可以 它可能會有一種先天不良的狀況 但是我們高雄 我們在一個北高雄這個地方 原地它的土地就比較寬 但是土地比較寬 你一群頭 那些人要進入的時間 其實在這裡 你也需要去思考 它的交通配套是怎樣 它的交通配套 尤其我們高雄 在這個南資產業園區 這大家 其實它倒手邊 它有捷運R17 8193的捷運站 它的正手邊是台鐵 所以它得天獨厚的 它兩側其實都有所謂的軌道系統 但是台鐵比較可惜是 這裡沒有新的站點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也有在討論說 是不是來跟台鐵爭取說 在水管路民族路這一帶 包含我們這個議會的前輩力 這個男子的李博裔議員 過去也有質詢過 包括說這個高雄好過日 這個長期關心高雄城市發展的粉專 它過去也有說過 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個台鐵 台鐵的這個車站 讓我們整個台積電 包括旁邊的這個循環產業園區 這個循環材料園區 它的周邊都有軌道建設 你不能想說所有人在那裡都開車 因為車很多 絕對打車 但是你有軌道建設的時候 那裡會差很多 那昨天在市長的質詢 大概就是講這個內容 不過其實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是今天 因為今天是每個議員 一年呢 大概有這個 我想想那個是大概一個小時 但市政質詢是十分鐘 然後我有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來質詢我們的高雄市的市長 當然我們後面很多的質詢 都是質詢局處首長 但是在這個市政質詢這邊 就是說市長 他會先花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去報告一年 阿伯大概的施政方向 然後接下來每個議員 六十五個議員 就會輪流來質詢市長 那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昨天晚上就發生了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們團隊很認真幫我們準備題目 要來質詢市長 然後我就 我是個蠻龜毛的人 我就是 就是我東西我都要一直不斷的一直練 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 我不用看稿 然後我也能講得跟我們的這個發言稿一模一樣 結果在練的過程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我在家人在講 我要這順市長的東西 我講講的講完了 我看 我看那個馬表 哇 一個議員十分鐘 我整個講了要講十六分鐘 就是 東西太多講不完 所以 我這樣就很困擾 所以 因為長哥 晚上還有現場 所以整個這樣 默默的 我長是三點多才睡 三點多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時間 是 我在調整我的講稿 我要把它變成說 我自己就可以在十分鐘裡面 把所有的題目都講好了 其實今天 主要是準備三點題目 今天三題題目 那第一個題目 其實是針對這個 所謂的全民國防手冊 在我們高雄 能不能來落實 第二個題目 其實是來講 這個 我們高雄 或者是說 我們的這個 台灣 我們台灣 有一個很減少 很減少的事情 還會聽眾朋友 我也是準備這個題目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去外國 幾個國家 譬如說 我們之前疫情期間 如果我們要去中國 我們是不是會發佈 那個什麼旅遊警示 就是說這裡有什麼 傳染病風險 有什麼 黃燈 紅燈等等的 我們台灣 也被好幾個國家 發佈什麼 交通安全警示 就是跟他們國家的人 跟他們國家的人 說 如果你們要去台灣觀光 他們的交通很亂 你們要生日 我告訴大家 我對這些事情 很無法接受 這是國詞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我們小國小民 但我們是好國好民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 方方面面被世界各國看到 我們被看到我們的這個民主的價值 我們被看到的這個 我們防疫 台灣防疫 非常強國家隊的能力 我們也被看到了 我們的交通 亂七八糟的負能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無法接受 那當然因為我不是立法委員 我只是高雄市的議員 那 所以當然在我的職責範圍內 我當然就會針對 我們高雄市的交通狀況 來進行一個直選 那這個交通狀況 指的不是說 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產業園區 未來大量車流進入 等等的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交通指的是什麼 我們一般的市民八世 在我們市區裡面要生活 你一早 車時 這個門關起來 錢包鑰匙 手機拿著出門 從你踩到你家門口 人行道 第一步之後 你會遇到所有的問題 這個 都是我在意的 這個所謂的交通狀況 你走在人行道有沒有平 你走在馬路上安不安全 你車子開在馬路上 這個順不順暢 道路的標線規劃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讓一個人平平安安出門 快快樂樂回家 當然如果今天上班不順心 就不會快快樂樂回家 但這個我幫不了大家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 那其實今天還有準備第三題 但是後來真的時間不夠 我沒有講到第三題就是 我覺得我們山明區的這個 山明公園 真的是髒到一個不可 髒亂到一個不可思議 我身為一個 理論上應該在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很喜歡去外面活動 就是很喜歡到處趴趴走 年輕人 我實在是看到山明公園 我真的是覺得 很有改善的空間 我只能這樣講 當然以前沒有當議員之前 我講話會比較辣一點 現在當議員之後 講話不能太辣 所以我只能說 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那當然今天山明公園這個 沒有質詢到市長 比較可惜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是每個局處的質詢 我一定會在接下來的質詢當中 繼續的來追蹤 來改善我們整個的環境 那因為今天時間很趕 今天質詢市長只有十分鐘 我們那個團隊啊 幫我設定 幫我設定說 如果要講這個高雄市政府 來推動防災手冊 他幫我設定 這題只講三分鐘 就是我今天 質詢市長 那個可能情緒太滿 還是說第一次站上質詢台很緊張 就是啪啪啪 我整個防災手冊 講完六分鐘過了 我只能四分鐘可以說行人安全 所以我講到差不多 第八分鐘還是第九分鐘的時候 我們這個議會的這個同事 議會裡面的這個同工作人員 就拿了一張紙 他就拿走到我前面 這個攝影機沒有看到 這個是畫面外的故事 他拿了一張紙 然後是什麼呢 是康育成 我們高雄市的康育成議長 他很貼心 他請同仁拿一張紙來提醒我說 說比較慢 他就上面就寫一張 講慢一點 那當然 其實不是我 故意講很快 不是說我沒有辦法放慢 其實是因為東西真的太多 我又很想要在十分鐘之內 把我們的整個完整的論述 把它給講清楚 因為我希望 我就只有十分鐘可以跟市長面對面 而且是在這麼多的媒體 甚至網路直播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把最豐富的內容 帶給市長 帶給市府團隊 以及在看直播的觀眾 所以我們當然就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內容 盡量把它塞爆 不過經過今天呢 我現在學乖了 我覺得 我下一次我會比較 就是重點是重點是的講 其實內容豐富有兩種 一種是你的東西很多 一種是你的項目很多 項目很多也是一種豐富 所以我覺得 當然今天也上了一課 那當然也想說 我們今天是電台的時間 那我們也在電台的時候 透過我們電台寶貴的時間 來跟聽眾朋友來分享說 這次這個會期我非常著重的一個政策 就是這個防災手冊 那時間關係 我們在這裡準備先進一個廣告 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我們高雄 要來做這個所謂的普發 防疫的時候 大家說疫苗要普 快篩要普篩 為什麼我們高雄 需要來普發所謂的這個 這個 防災手冊 那廣告之後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快樂台灣 減菜武漢 快樂臉部幫 新聞快報 有沒有先洗手 如果沒有 我可是不准你抱寶寶 是 老婆大人 日防腸病毒 贏在勤洗手 以上廣告 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婆 這幾年氣候異常 台灣從去年起就很少下雨 現在缺水很嚴重耶 對啊 政府有公告一些神水器材 讓民眾挑選 我們也要養成十大神水好習慣 像用洗菜洗泥水澆巴沖馬桶 洗澡改成淋浴 用水盆盛水洗菜等等 另外也要檢查家中是否漏水現象 對對對 不要小看這些神水小動作 全民一起來做 就可以讓水資源不會白白浪費 快樂聯播王 請大家一起節約用水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 張曉博 好這兩天喉嚨沒有很好 有網友在問說為什麼我昨天質詢市長的時候一開口講話就騷騷騷騷騷騷 因為前一天是 現天上帝的聖誕陳秋 那就是一個晚上都在跑拖 其實理論上是跑兩個晚上的拖 但是第一天因為我們在台南 我們在七谷的一個農場進行黨內的幹部訓練 所以我那天晚上並沒有回到高雄跑太多的拖 我就是從七谷 禮拜六晚上我從七谷開車開回高雄 然後參加我們 我們就是黨部的那個禮 就是安和禮的副缺氧禮長他們的 禮內的志工餐序 那回來這邊跟大家致意 然後大概待了30分鐘之後 又馬上從高雄開車回台南七谷 就是為了轉身轉身回來跑這一趟 那因為之前我們黨部設在安和禮的時候 禮長對我們真的是非常的照顧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有必要一定要親自出席 所以我就從台南開到高雄 然後待了30分鐘之後再開回台南 因為台南那邊在上課 然後說我其實一定要回去 那禮拜天晚上其實就是在跑 這個現天上帝的平安宴 就因為大概加一加有幾桌 不到一百桌啦 不到一百桌 應該七八十桌有 可是我都是用自己喉嚨在喊 所以就 隔壁要質詢市長的時候 喉嚨就 哪有就沒什麼聲音 就給它掃聲 不知道人家還想說 你將是喝多少 喝到隔壁還有酒嗓 好 來 各位聽眾朋友 各位我們線上臉書觀看的朋友 為什麼今天要質詢這個 所謂的防災手冊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新北市他們在3月29號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這個110跟119 打不通 斷線 那斷線之後呢 新北市政府當時就公佈了一支 0402 我不知道啊 台北他們的電話開頭的示話 然後跟民眾講說 因為119跟110差了 所以如果你要卡電話 報案的話 你剛才有什麼緊急狀況 你可以卡一筆試話 這個問題就來了 請問有多少市民朋友 能夠知道119110斷線之後 我要打一支 零四圈圈圈圈 XXX那麼長的一支電話 他哪會知道 甚至是我本人 我們黨部在三民區 博外一路150號 跟我們的轄區 隸屬於十全派出所 我本人手機都沒有 十全派出所的室內電話 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連我們這種做政治工作 理論上應該要掌握的 我們都不一定有這些緊急聯絡方式的 更何況一般的市民朋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我們讓這些民眾 有更多足夠的資訊 就好比當時921發生的時候 其實從學校到靈禮系統 禮政系統 他們其實都有在發放 所謂的地震相關的知識 不管是小卡 不管是文宣品 不管是手冊 其實那個時候 政府是高度重視地震的防災 那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狀況是說 台灣除了地震之外 我們還面臨到一個什麼 所謂的就是戰爭的這個風險 戰爭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不能說它不會發生 你也不能說它一定會發生 可是你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能做的事情是 如果它真的好死不死 該死的它發生了 我們的準備準備好了沒有 這個是所謂的戰爭的一個準備 那當然因為現在是算紀紀元啦 如果由執政黨去發所謂的 國防手冊 民防手冊 可能會有一些人覺得說 唉唷你現在執政黨是告訴我 準備要打仗了是不是 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音出現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要講防災 首先就是說 你要去港街一般民眾 對這件事的接受程度嗎 你想要保護它 它有時候還不願意被你保護 它會覺得說 你發這個是告訴我要打仗嗎 所以你用防災 去說服更多的民眾 你就算支持國民黨 你就算支持統促黨 你要不要防災 要吧 你說你支持統促黨 你不會遇到地震嗎 不一定啊 不可能啊 不是不一定是不可能 所以防災重不重要當然重要 那這件事情是在我三月初 跟市長到東京去賣 幫忙推銷我們高雄農產品 我們會參加這個東京食品展 我在上野車站 他們的車頭都會有非常多的 免費觀光手冊 然後我這個人其實就是很喜歡 去拿這些東西回來看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東京日本 那種很漂亮的照片 我很喜歡看圖片 然後我就去拿 結果我就翻翻翻翻翻 然後翻到最後一頁的時候 哎呦 他們的那個觀光手冊 最後一頁提供的資訊是什麼 他是寫如果一個觀光客 來到我東京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假設你遇到地震 你遇到洪水颱風 你遇到傳染病 甚至你在東京中暑了 你可以做哪些處置 你可以打哪些電話 你可以該怎麼緊急應變 他在這個手冊上 這個叫觀光手冊 可是他卻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回國之後第一件事 就是剛好有跟我們的觀光局長 有安排一場這個 討論就是一個情義的會議 那我就在那個會議上 就跟局長講說 欸我跟我們各鄉 可以來做這件事 這個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個做 別人有在做 別人好的我們就學 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東京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放在觀光手冊上 這個表示說 日本的政府 他其實是從中央到地方 對於防災都非常的重視 你要知道他是一個 發生過福島核災的國家 可是其實這個防災資訊 在福島發生前 他就已經很重視 因為日本更早以前 他有發生過很多的大地震 關東大地震等等 他們對於災害的應變 他們是非常嚴謹 而且是未雨綢繆的一直在做準備 那你要知道 日本這麼樣一個隨時隨地 都在準備防災的國家 他們遇到地震 遇到福島的時候 他們也是很慘 那台灣咧 台灣咧 台灣的防災準備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 台灣的防災準備就是 建商退出一堆什麼 製政宅 就是說 我們不是為國土規劃 根本的層面上去處理 我們可能遇到的災害應變 地震 而是什麼 而是我們有防災知識有推廣 這樣就好了 就是你知道嗎 我們最後得到的就是一堆建商把 防震製政拿來當成他們的商品 可是國家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在哪裡 不知道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 OK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我們高雄市政府 今天啊 我們可不可以來做超前部署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而且 那東京除了他的這個觀光手冊上面 有什麼這個防災資訊之外 他還另外 發行一本 叫做東京防災的一個手冊 發給他們的東京市民 那這個裡面 東京防災當然就不只局現在 一般的地震該怎麼辦 他有甚至有提到 打仗的時候該怎麼辦 空襲警報的時候該怎麼辦 平常你要準備哪些物資 放在一個包包裡面去做應變 這個都有非常詳細 而且圖文並茂非常精美 這跟我們台灣那種公務員做的 那種很醜的官方文宣 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 我其實在上任之後 因為因為蔡政府的 蔡英文總統的那個重大政見就是全民國防 所以後來甚至國防部有推動 那種所謂的這個國防手冊 那國防手冊推出 在去年推出 然後因為非常非常的爛 爛到爆 然後所以就是被 朝野立委大家都叫 嚇到嚇死了 就很懶得就對了 所以國防部就說 他要改版 那改了一年 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東西 那高雄有沒有這個國防手冊 其實現在有 放在網路上 給大家自由下載 高雄的國防手冊 就是拿中央那個很爛的版本 改成高雄市 那裡面一些這個地址等等的電話號碼改一改 就這樣 那我有去問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局處說 請問這個東西我們有沒有 我們可不可以有機會把裡面的錯誤 比方說圖片黏在一起啊 文字卡住啊等等 排版出現亂七八糟 有亂碼等等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辦法改上 我得到的回答是他說 因為這個是中央在推動的國防手冊 所以要改的話 必須要等中央有新版之後 我們高雄才能改 那我所以我聽完我就覺得 真的是說加機關 所以我就跟市長說 我說房災不能等 對房災不能等 你在第一次的時候 你要等中央叫還是你第一次要先叫 啊我們防疫的時候 我們有辦法超前部署 我們疫苗注射超前部署 我們整個高雄的防疫部局超前部署 別人一些場館特定場館解封的 我們高雄還多近三個月 對不對 我們都可以超前部署 那為什麼防災我們不能超前部署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來來做到的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資訊當中 跟市長講 就是說 呃 防災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高雄市政府是可以有更多的作為 我們現有的這個編制當中 我們從民政局到消防局到警察局 其實都有所謂的這個民房相關的預算 那它大部分呢是放在什麼 就是說讓我們的民房大隊 比如說一般的這個參會聯誼 啊買新的座服 還有上課 啊所以我其實有提供 我其實有提供兩件事啦 第一個是說 我們的課程 是不是可以與時俱進 有一些更多的這個戶外的課程啊 實際演練的課程啊等等的 好讓我們的民房的這些 非常辛苦的志工們 他們有更可以學到更多的這個技能 那當然這個不要強迫上課啦 有些人因為志工 你很難要求他們一定要學什麼樣的技能 但是在這個編隊當中 我們是可以去來做出一些課程上的改善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當然在這個災害發生的時候 你還是最根本的方式 你說你在那邊等人家救 你不如讓民眾他們人手一本 他們知道怎麼樣去自救 這個其實會更有效率 那講這麼多 你說我真的覺得 你如果問我說 我真的覺得有一本手冊 大家就會自己救自己嗎 我其實也不我其實也不完全這麼認為 但是為什麼要推動這個是因為 我們其實要推動的其實是一個 面對於自身居住的城市或國家 隨時可能面臨這種來自戰爭或天災的災害的時候 大家那種心理上狀態的準備 就是說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個心態 你有沒有做足心理上的準備 甚至是你有沒有意識到你正在面臨這樣子的風險當中 這個本身在台灣的社會風氣之下是不存在的 大家都是等出事嘛 就出事然後隔天攻擊後天忘記 就是這樣啊 但是整體 因為我們之後 我還會再開記者會啦 這個記者會會針對 這個高雄市消防相關的法規 消防設備相關的法規 的這個 這個 要怎麼形容它 不是這樣解套 而是說它應該是提升 消防法規相關的等級的提升 我們還會再來做出呼籲 就是說 如果你要說我們台灣基進跟其他的民意代表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一般的民意代表 他們可能會很在意民眾 他們實質上這個 水溝有沒有通 然後他們過年過節在平安夜有沒有看到你 有沒有做好選民服務 可是因為基進跟 基進不是這種地方組織出來的政黨 所以我們會更加在意的是 一般民眾可能沒有注意到 但是它其實根本性的會影響 你的實質上生活權益 以及你的生命財產安全的這些事情 這個反而會是我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做 而且也適合我們的整個 整個這些 就是所謂的年輕世代的 這種政治調性的一件事情 好 那時間關係啦 然後其實認真要講還可以講很久 但是我們電台的時間 其實也沒有比市長的 執政報告都要哪裡去 但是啦 但是很開心啦 今天有機會可以把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 在議會的殿堂上來跟市長來做出呼籲 那也希望說真的 我們可以未來有機會 讓這個所謂的防災手冊 可以用 因為真的沒有 那個手冊真的沒有很多錢 你中央政府可以一個人分6千塊 你裡面半十塊就好 十塊我就可以生一本給你了 你裡面半十塊就好 那個真的沒有花很多錢 所以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我沒有印 我不會去印拿一個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每人發一台賓士 每人發一台狗狗的 我不會做這麼北藍的事情 可是 防災手冊是重要 而且成本真的也沒有很高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能夠去做 那我覺得我們會持續的來推動這件事情 好 那非常感謝我們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明天會質詢的部門是 行政暨國際處 未來下半年對於城市國際外交的相關規劃 以及在民政局 針對這個AI變民服務 相關的這個配套措施 以及未來有沒有想要引進 這些更多的AI系統來方便跟民眾的服務 這個部分我們會在明天的質詢當中提到 那也歡迎大家 你如果是用這個YouTube 你可以搜尋高雄市議會直播 我們都其實這麼多用心認真的議員 每天在議會裡面為大家拼命 所以歡迎大家來多多的關心我們的市政 我是高雄市議員張柏洋 感謝大家的收聽 聽眾朋友不是市民朋友 聽眾朋友大家晚安 下週二同一時間空中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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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